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暂时休市。 为保障北京蔬菜水果的正常供应,北京市设置了五个指定零食交易场地, 将原在新发地批发市场内交易的蔬菜和水果转移至指定区域进行。 6月16日,记者来到新发地北桥东侧的国际水产城场地, 看到露天市场内已有数十辆满载蔬菜的货车入厂等待买家, 售有茄子、西红柿、白菜等菜市场常见蔬菜。 市场内商贩表示,临时交易场地对新发地修饰带来的经营压力有所缓解, 但目前来看,交易量仍有明显下降。 前天下午,价格都很正常。 一块多钱,俄北京都接收了,我们也不说空台物价什么,这个没问题。 渠道上这都正常。 商货的肯定少一些了,疫情闹得好些市场都关了, 有个小贩不让出汤的什么的,都在做酸酸碱菜夺里面, 这一项肯定有影响。 刚过来,不是自己做吗? 可以前两天多卖那么一两瓣银。 卖了三千斤了,买货的得少百分之八十。 有的最起码东西都卖上,要没有,马路边上你卖给谁呀。 一位正在采购的商户告诉记者,新发地休市不久,各个临时交易场地便陆续开放。 在他看来,供货量稍有波动,但仍在正常范围之内。 我们哪都买,我得吃得有得过去,这些特别的西极古怪那种,肯定是买不到。 大陆菜都能买到,基本上。 这个就不属于西滑地了,菜一点毛费楼里也好。 据了解,该临时场地于13号对外开放,由停车场临时腾空改造而成, 全天免费开放,进入需全程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。 12号之前我们接到通知说上车来清车来,为了这个西滑地市场要大伙子来卖菜。 出口只剩一个,进出口,让体温,测体温都要登记,都免费。 不过24小时,现在每天都有进出,100个量那是轻松的。